的话呢就会排在一个桑托斯之前 让桑托斯失去再决一次夺冠军的机会 他做的是并率正常 好近的离这个高刚差一点没伸展 这是并率的踏钢 以后到了以后转体 然后这是一个后空翻 转体180度抓钢 就是踏钢倒立转体360度 转换成低钢驱车上了以后后会还 现在高刚的向后大还 就是正滔了以后转180 情况下两度 哦他站稳了